我们今天总计是595案 台湾本土病例持续飙升 累积至今已有3748例 其中24号新增女多于男334例本土个案中 以新北177例最多 台北99例其次 桃园也有19例 再来遍及到其他8个县市 另外还有256例校正回归到过去一周 以5月17号病例数最多 如今再调升到476例 随着个案陆续回归正确日期 指挥中心也观察 从发病日来看 5月15到17号属于这波疫情高峰 也因为病毒传播快速 目前全台确诊分布 仅剩台东县与离岛没有失守 而分析个案关联 以万华活动史最多 查医馆居次 其他已有138例找到感染源 但仍有101例关联不明 快晒有它的一个方便性 那但是在罹患率不是很高的时候 相对的这伪扬性的比例就会增高很多 那要很小心的去做选择 那否则这个伪扬性如果这么高的话 也会造成一个相当的不必要的负担 也就是回应了日前 台北市长柯文哲呼吁 当检验量能暴增 因考虑以快篩取代PCR 但指挥中心认为 若无法排除伪扬性问题 将造成医疗负担 另外国内再增6起死亡个案 年龄介于60到70多岁 除了案4284到院前死亡 其余病患从发病日到死亡 仅短短不到一周 至于原本全国三级警戒到5月28号 经过专家评估建议再延长 而指挥中心也正研议 后续再对外公布 原汁新闻 节目台北市采访报道